我們想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 做出了很多的承諾 而且當時給寬限期大約是5年時間 但是我們看現在16年過去了 中國很多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雖然現在中國的官方已經宣布 近期在今年之內要有一些所謂大的改革舉措 但其實就是16年前所做出的承諾 現在才開始兌現 那麼看到這些高科技企業 本來應該是自己有自己的研發 但是它現在大量的是把竊取的技術 作為自己的最重要的科技的資源來源 所以我們看不到在短期內 這些企業能夠有在世界上 能夠有明顯的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們是不是感到羞恥的一點 是最近的這200年或者講100年 那麼中國人對這個世界文明科技進步 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跟我們的人口比例 跟我們悠久的歷史相比是不是相稱 過去中國人動不動就說自己四大發明 創造了這個燦爛的文明 但是現在如果對科技史進一步的進行分析 你會發現中國人其實在近代 現代對科技對文明的進步貢獻非常少 所以這一點難道不值得中國人反思嗎 猶太民族雖然人數很少 但是猶太人貢獻是最大的 最近這100年裡邊 無論是諾貝爾獎還是各個領域中的貢獻 猶太人佔據主體 所以這點到底是我們的文化的問題 是我們的制度問題 還是我們的這個國家在領導 在管理體制方面 包括各個方面 尤其是在思想言論方面的控制 如果意識形態不能開放 不能更加的自由和寬鬆的話 我相信中國在各個方面 都沒有辦法取得長足的進步